就在昨天,也就是7月5號 集數快感集結已經展開封測啦 首先要恭喜每一位幸運獲得測試資格的玩家 讓我們一起在熱灣裡享受速度與激情吧 喔對了,每一位參與封測的玩家 從7月5號開始一直到7月9號 你們可以邀請一位朋友獲得測試名額 只要在遊戲內的活動中心 進入邀請好友加入的活動頁面 即可開始填寫表單 先填上玩家自己的信箱資料後 下一步就可以填入朋友的信箱 只要完成登記 被邀請的好友們就可以在7月11號當天 一起參與老司機封測 這次的老司機封測還有專屬福利喔 只要填寫問卷並送出 就可以在正式上線的時候 獲取專屬的永久獎勵 包含了老司機的貼紙 還有老司機頭像框 所以除了邀請好友們一起參加封測活動外 也別忘記要填寫問卷喔 這次集數快感集結也是下了重本 居然邀請了亞洲天王 周杰倫擔任品牌的代言人 我玩手遊玩了這麽多年了 這一次是我看過最大咖的 不過也對啦 竟然都有和頭文之地進行聯名合作了 又怎麽少得了真人版的藤原拓海呢 那麽集數快感集結究竟值不值得玩呢? 先給大家看一下人權分數喔 我在開服的第一天排位就打上了大師三階 遊戲的中場數已經來到了88場 單單7月5號一天 我就已經連續直播了超過10個小時 我上一次直播這麽長的時間 還不知道是哪一年的事情喔 從這裏就可以看得出 我對於這款遊戲有多麽的上癮 那麽這遊戲究竟有什麽魔力呢? 請聽我微微道來 以往的賽車手遊玩法上會比較單一 除了排位賽還是排位賽? 而集數快感集結擁有超級多樣性的玩法選擇 想爬分除了排位賽之外 也可以選擇熱力追蹤的模式 無論是半野街頭車手還是追擊隊 結算的時候都可以獲得排位分 那休閒的玩法就更加豐富囉 熱彎淘汰賽 36名玩家同場較勁 進行總共4回合的淘汰賽 看誰能撐到最後一刻 由於本作的車體是不存在幽靈化的 只有最激烈的板金交流 36個人跑同一條路啊 先別想著好好過彎了 找個喜歡的目標直接撞下去吧 還有熱彎奪旗賽 6位車手進行3v3的搶旗大戰 只要成功將旗子送回我方基地 就能拿下一分 地圖中會隨機生成各種道具 善用這些道具干擾對手 或是替隊友進行掩護 這非常之中的團隊默契 玩起來格外刺激 當你走在路上預演了心儀的對象 這時候就可以邀請對方來一場1對1的單挑 俗話說得好 不打不相識 如果這還不滿意的話 乾脆自己決定比賽路線 愛怎麼畫就怎麼畫 最常可以規劃到40公里這麼遠 硬是把賽車遊戲變成了馬拉松賽跑 那如果你問我這40公里 究竟要花多少時間才能跑完呢 呃…大約是12分鐘左右 不要問我怎麼知道的 終於跑完啦 欸?其他選手咧? 是跑去加油站休息的是不是啦? 下滴 還有一個我覺得很有趣的 就是大世界的跟車功能 當你按下跟車後 你的車就會自動的跟在後面 並且會和前車做一模一樣的操作 靠北啊 善用這個功能就可以一人帶隊 去通關大世界的挑戰 這是非常有效率的乾探索方式 兄弟們!衝啊! 當然前提是你得找到願意帶隊的人 別找我…我沒空… 再來就是所有玩家最關心的議題 極速快感集結的抽車機制怎麼樣? 它的抽車規則是 每70抽必定會出一台傳奇車輛 如果是限時貨運 也就是我們俗稱的UP池 第一次的70抽是小保底 會有50%的機率外常駐車 如果第一次的保底歪了 第二次的保底也就是第140抽的時候 必定會出現限定車 也就是說今天不管開了多少的池 你每一次最多也只需要140抽就畢業了 那運氣好的話可能70抽內就提前畢業了 而且最重要的是 這遊戲不會獲得重複的傳奇車輛 所以即使你前面的小保底全歪了 也不會覺得心疼 因為你遲早會完成全車收集 而願意課金的玩家 他就可以用最快的速度去收集車輛 這就是早買早享受 但對於一般的休閒玩家來說 即使你是一個重度爬分的玩家 也只需要在四個組別各準備一台金車即可畢業 因此在極速快感季節裡 比較不容易發生戰力上的失衡問題 更多的還是看自身操駕者的技術 那這次的地獄貓限定池 我也是投入了140抽才成功的獲取了地獄貓 第一次的小保底歪了個保時捷911 然後就可以看到地獄貓和保時捷911 都是打勾的狀態 接下來如果我再去抽法拉第那一池 小保底如果有歪的話就會出還沒打夠的這三台車其中之一 所以其實開服花點小錢就能夠輕鬆的完成全車收集 而在正式上線的那天 我確實會想這麼做 那話說回來 我認為比起抽車來說 本作的課金點應該都會在角色的實裝 以及車體的外觀上 畢竟這遊戲有非常豐富的社交元素 肯定會有不少人想要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但那不是我主要關心的點 我只要車輛的戰力盡量做到不失衡就可以玩得很開心了 那車輛養成方面 很多人會擔心會不會有升級材料不夠的問題 這個部分大家不用過於操心 到了遊戲的中後期 升級材料甚至還會有溢出的情況發生 不過前期的開荒期 材料還是得集中升級在主力車輛上才行 至少戰力要能跟得上當前所匹配的排位等級 我的建議是 每個組別都至少要有一台主力車 前期先將資源都集中在主力車上面 後續如果有多的資源 再去隨著自己的喜好升級 那它的材料有分白色紫色金色 分別對應的白車紫車以及金車的升級零件 由於材料都是分開的 所以不用擔心升級白車的時候 會浪費到紫車與金車的資源 只要前期做好了資源規劃 即使你是個無課玩家也能輕鬆暢玩 那說到養成 這裡就不得不提一下車輛調教的功能喔 沒錯 極速快感集結也能進行改裝調教 但這要在改裝車庫裡解鎖 目前我只能調整傳動筆 可以依據自己的喜好 去將傳動筆調教成 注重加速的或是注重極速的 更棒的是還可以直接進到訓練場 即時調教 有了這個方便的功能 我們很快就能調教出屬於自己的最佳手感了 那影片最後 我們就來試跑一下剛抽到的地獄貓吧 哇靠 這台車太猛了吧 那個加速感 我有點 我快控制不了了 唉唷 還好有踩到加速袋 不過這台車好猛喔 他有一股猛勁阿 唉唷 沒關係 撞一下比較快 太爽了吧 這個速度感 好爽喔 在極速快感集結裡還可以玩到地獄貓 而且他是金車阿 而且他是金車阿 好爽喔 好爽喔 他也不是說難控 這台車其實 操控器不錯 只是他速度感太快了 讓我有點反應不過來喔 爽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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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封測之格 獨樂樂不如重樂樂 那麼本期就到這邊結束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可以幫我點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我是水大 我們下期見 掰掰